这个活动也是受疫情延宕三个月的台北电影节 今天终于开幕了 导演九把刀她的新作品被选为开幕片 她也带着剧组演员现身 而九把刀她的岳母在打完AZ疫苗后促势 她也是首度公开露面 据说目前结果报告已经出炉了 但家属低调不愿对外公布死因 太久没看到媒体镜头 白起pose有些腼腆 艺人柯震东 宋云化和上街影后王静 受邀出席台北电影节开幕活动 先前受到疫情三级警戒影响 电影节延了三个月终于顺利登场 台北市大家长柯文哲也来共襄盛举 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行销台北市 那也希望说台湾的电影可以越来越好 本届台北电影节导演九把刀 获选开幕片殊荣 新作品以全新的世界观描写阴间故事 围绕生死轮回议题 记者会上她也首度谈到日前 痛失岳母的心情 岳母过世我们都很痛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其实她没有看到越老这一部电影 九把刀的岳母七月时接种AZ疫苗 没想到四天后却骤然离世 家属怀疑死因恐怕跟疫苗有关 九把刀也喊话我们要答案 而日前解剖报告已经出炉 但家属不愿公布死因 九把刀则在脸书po出了岳母生前 跟太太女儿互动的影片 写下老婆说这是她人生目前为止 最珍贵的影片 在座座活着我们都不晓得 这个世界终极的答案 我是一个非常害怕没有来生的人 希望妈妈还是有办法 用灵魂的状态可以看到 近人离去的伤痛打击 还需要时间平复 九把刀打起精神 就盼电影成功上映 能弥补心中遗憾 就换回彩台报道 今天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